夏至已过,我们介绍一下夏至的南方同学们应该准备的这种膳食 夏至是个大日子,中医讲夏至一阴生 就是太阳到了离我们最近的地方,日影变得最短 但是从这几天以后,太阳会逐渐远离 就是看起来是阳气生怀到了极致 但是阴寒或者是这种湿冷的东西就会逐渐的增加 所以我们叫夏至一阴生 所以夏至的南方善就这么一个清清爽爽的海鲜粥 加上补心忘忧的喧草花 加上活血救心的救心菜 然后还有一个强心的教堂 其实看一下是吧,简简单单的 但是符合你的生理,符合你的心理,符合你的精神魂魄的需要 祝大家用善意 同学们好,我们说一下夏至北方的善食 先说一下主食 夏天到了夏至北方有吃面的传统 冬至一般吃馄饨 还有就是不管什么节气都吃饺子 这个吃面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是夏天天气炎热 人们确实懒得冻了一个烟火,又焖又热的 然后人的食欲也不是太好 就想吃一点爽口的 然后操作简单容易的 就是面条就是一个手续 好了,关于夏至的北方善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谢谢大家收听,收看我们下节课